今天的故事感動了很多人 她說她未必粗類拔萃 但是一定與眾不同 事實上她粗類拔萃 又與眾不同 我们先热烈掌聲 欢迎 也恭喜 欣怡 朱欣怡 请上台 命运的捉弄 在15岁以前 她是家里跟学校的超级明星 什么都好 但15岁那一年 她失去了她的听力 17岁失去了她的视力 但她没有放弃她自己的人生 她不断又不断地 鼓励自己跟身边的朋友 她找到了她与众不同的地方 今天要颁给她的是 社会服务类奖 金手奖最高荣誉 颁给朱欣怡恭喜你 好 现在是独照时间 好 谢谢总会长 谢谢 好的 我们欣怡真的不简单 她刚刚完成了一个壮游 九天的铁马环台之旅 她办到了 我说了好久我都还没办到 但是她做到了 请欣怡发表当选感言 是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竹欣怡 我是海峡两岸第一位取得证照的 智商心理师 我绝对不是最优秀的视障者 也不是最厉害的心理师 但是我好幸运 因为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位置 这个位置能够让我 实现我的愿望 就是回馈社会 我要感谢我的师民 因为看不见 我反而真的看见了 人生最美最珍贵的东西 就是人的心 感谢台湾 给我这么安定的成长环境 感谢青商会所有的伙伴们 和评审委员们的肯定 感谢我的家人们 陪我闯过一关又一关 陪我度过了 每一次突破背后的心酸和辛苦 感谢我的师长们 他们一路的栽培 给我很深的期许 但是从来不给我压力 感谢我的朋友 永远是我最好的救援投手 是我最放心的依靠 我也要特别感谢我的先生 他允许我 把我的爱一直往外传播 却很少传回家 谢谢他 还愿意支持我 继续为我们的社会服务 我想我们在黑暗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黑暗名言 叫做黑暗不可怕 孤单最可怕 谢谢你们 让我一路上从来不觉得孤单 我觉得我得到太多 但是我能回馈得太少 我接下来一定会带着你们 我会带着你们给我的爱 继续加油 继续为推动心里更好的富足 更好的环境而努力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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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